Hello 大家好 我是李致敬 我是何君堯 大家好 早前人大通過被人大常委進行廣闊國安法的立法 美國很害怕 所以計劃要制裁香港一班中央官員和香港有關人士 據了解我身邊的何君堯律師就是美國的頭號眼中釘 將會成為他們首要的制裁對象 究竟整件事的內情是怎樣 在開始之前 希望大家在右下角免費訂閱我們的頻道 留言 讚好和把這段影片廣傳開去 讓更多的市民了解一下主流媒體不想你知道的真相 俄羅斯 據了解美國將會制裁中央和香港的官員 何君堯律師 你一直以來都是美國頭號的眼中釘 你會不會成為他們首要的制裁對象呢 太過給面了 我又不覺得我自己是他頭號針對的對象 但如果有這樣的看法 我相信他們要考慮他們的位置 我作為這個立法會議員 宣誓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亦都要擁護這個基本法 我做的工作的事 完全是香港應該要做的事 23條的國家安全法 亦都是由來二九三十年了 對上一次說要在香港立的時候 都已經是有十七年之久 2003年停了之後一直都沒有討論過 我進來立法會 我自己的政綱都是撥亂反正破格求變的 推動23條立法是我的功績 亦都是我的政綱 所以我看不到有什麼問題 會影響到A 香港人的整體利益 或者阻撓香港的人權 或者民主發展 任何地方都好 就算你美國自己推動民主制度 你自己都已經有23條國家安全相關的條例 所以大佬 做事要說 鬥木佬 做門 過得人 過得自己 所以他說如果將我的名字 等到美國的頭號被制裁的名單裡面 第一 我覺得是嚴重 第二 給面子過頭 第三 根本是拿捏的問題 拿不到中心點 亦都沒有理據 其實蓬佩奧之前已經暴露了鬼魄後備 講到的名字 為什麼他反對俄羅斯推動的23條呢 就是因為他會損害到美國在香港的利益 其實試想一下 現在美國的示威情況這麼嚴重 我們現在的港版國安法 下國的其中一個範疇就是外國的勢力干預 如果你現在外國的示威 試試得到中國的資金上的支援 看看你又能不能夠接受得到呢 所以根本由頭到尾都是廢話 而且蓬佩奧說過 如果成立了這23條 就會破壞中央政府對北京和對香港的承諾 我們就拚頭了 北京對香港的承諾不是正正應該體現在基本法裏面嗎 這個基本法就是北京對香港人的承諾 23條在基本法裏面 一早已經有了 所以我們要立法才能夠真正對現北京對香港人的承諾 正確 正確 實際上現在人大在5月21日宣布了香港版本的國安法 當時的草案就出來了 最後28日就拍板 以2875票 差不多是99.9%通過 可想而知這是一個國家的行為 但這個國家的行為也是完全符合基本法下的精神 因為為什麼呢 國家安全法在23條裏面已經有所共識 也有所說明 但是如果要香港自己的情況裏面 遇上有任何困難 未能夠為23條立法 不是代表所有會議已經停頓在這裏 國家也可以通過這個基本法第18條 然後就人大常委可以為香港立這個全國性法律 過去來說有多少樣東西 國旗 國歌法 現在我們在立法會裏面就將它本地化 也是這樣 先前也在2017年的11月13日還是14日 就已經放進了基本法附件3 亦都經過這個基本法18條 以及人大將全國的法律適用 放在附件3裏面 亦都會在香港裏面合用 過去做過的例子 國旗的國歌法 現在我們在立法會裏面審 都是這些事情 所以無論它走23條自己香港本地立法 或者是人大常委為我們香港立法 兩條路都是符合這個憲法 中國的憲法和這個基本法的制度去辦事 是啊 其實你們這些攬炒派 經常反對23條 其實23條正正就是本地立法 本地去執法 但是你們這麼多年來 因為你們的反對 所以才不能成功立法 那麼中央政府 人大常委便要出手 去立這條港版國安法 所以由頭到尾 這個港版國安法都是你們這些攬炒派 成功爭取回來的 好 問到這裡 其實很多網民都關心一個問題 就是這個追溯期的問題 一般來說 我們普通法的法例其實是沒有追溯期的 即是說如果立法之前 即使有人犯了那條法例也好 沒有辦法對他們有關的人士作出懲處 很多人都覺得那不就被李柱銘、黎智英、羅冠聰走 怎麼辦 所以何君堯律師 指敬也有法例的基礎 所以希望 何律師 你怎麼看 這個有沒有追溯期的法例基礎 以及應否有這個追溯期 一般我們不成文法、Common Law等等 我們都是以一個原則 尤其是定立刑事罪行的條例 是不會有追溯權 但是時至今日來說 很多事情都會有不同的變化 尤其是香港回歸 97回歸之後 和Continental Law方面的 產生的整合 會有什麼微微的變化 我想這裡要小心一點點 我仍然認為沒有追溯力 不過有一點我們需要知道 例如恐怖主義 以及外國的滲透外國勢力 然後干預自己本身的內政、內務事情 這些針對某些組織已經存在 雖然他沒有做任何事情 他以前搞了2014年的接種 他搞了2019年的暴力 但是他現在的組織還在 他今天沒有做事 但是由於他已經現存在 由現存條例開始生效 他也會有鑑於他之前的組織背景 相關的事情 可能會受到影響 那你可能會有另一種辯法 就是說不是 因為由生效日開始計 仍然他和那個 譬如美國 CIA NED 有錢給他 那個給錢的 和那個連累 是由生效之後才計 還是生效之前計 我認為這裡 是有微微的變化 當然我們整體來說 以民權 個別人的權利利益為主 我們要知道這個 《國家安全法》 它是針對一小撮人 尤其是搞這些恐怖主義 和外國勢力 在干預內政等等 但是保障一大部分人 絕大部分人的利益 在我們的言論自由 行動自由 都是受這個《基本法》所保障的 是啊 所以希望有關的法例 真的能夠針對到 那些黎智英 羅冠聰那些人 今天就是6月4日 何律師 想和你談談六四的問題 每年那些支聯會 已經消費了六四的話題 很多年了 原本他們今晚又想交過六四晚會 但大家都知道 現在香港疫情非常嚴重 所以如果容許他們 搞這些大型集會 會增加散播病菌的風險 所以警方就是不容許 沒有發這個不反對通知書 何律師 你怎麼看 其實支聯會不會在不斷消費 這個六四議題 還有我想說 你好像曾經支持過 平反六四的提案 在立法會 今天你怎麼看 還有你會不會繼續支持 還有你當時的支持是為什麼呢 我跟支聯會的看法是不相同 但是我的情懷就是很簡單 為什麼我入了立法會第一次 就在六四的議題裡面支持呢 我想表達一個心跡就是 凡是年青人都是有一種憧憬 也都是愛國的情懷是很清楚 在1989年的年青人 他們是希望什麼呢 當時的主題是 中國是要有一個清廉高校的政府 不是腐敗啦 不要貪污啦 這些大原則性的東西 完全沒有問題 只不過其後有人綁架了 騎劫了 將整個議題 然後本身的質就變化了 但是我們不要忘記 那些年青人對這個情懷是對的 有誰不喜歡自己的政府 是清廉和為老百姓服務的 今時今刻都仍然是正確的 所以當時我是支持這些 對年青人這種情懷 是要予以一個正面的評價 還有在六四事件裡面 不單是學生在天安門 還有很多年青的解放軍 他亦都要穩定整個中國的局面 如果你有些事情 可能你的出發點是好的 但是你好心 然後其後變成做了壞事 或者被人利用 變成做了壞事的話 我覺得這件事就值得相確 也要分清楚 所以藉著在2017年 第一次六四的辯論 因為這個議題他們已經設了 二十幾年都是這樣的 消費了很多年 我們改不了他的命題 但是本來你再做內容的事情 你亦都改不了任何事情 所以我藉著那個藉家裡面 發表一個意見 不要只是被人騎劫了二十幾年 我們又不出聲 以前也有出聲 但是長期不出聲之後 別人就當你沒有道 變成被人挾持了 和他們的聲音傳大 我就在那裡來講 表述把這件事實際上撥亂反正 然後我支持這個問題 是說支持六四 沒有人會忘記六四這件事 所以我是在這個問題方面 支持 但是不盡一樣的後面的道理 所以我就把我講清楚 而第二年第三年裡面 不能夠做這個支持 因為產生了很多迴響 既然我說了之後 那以後我就棄權不投票 所以我的心跡和行為 我的說法已經很清楚了 是的 何律師說得非常好 其實那班支聯會 那班泛民主派 那班攬炒派 已經消費六四這個議題 很多年了 每年都拿出來說 爭取政治的光環 又製造一些混亂的狀況 我自己覺得 我們就不要說那麼遠 就是去年的反山內暴動 那些媒體也描繪到 他們那班示威者有多正義 目標有多清晰 但原來仔細地看 那班示威者根本是暴徒 根本是打警察 我自己認了 六四才是我小時候 試堆試初 我真的判斷不了 因為上半年他們都說 那班示威者是對的 我也覺得他們是錯的 那我沒有太多能力去判斷這件事 所以我就覺得 就是 支聯會 不要再消費六四了 收檔吧 好 那今天就和大家說到這裡 多謝何律師 那在完結之前 希望大家在右下角 免費訂閱我們的頻道 留言 讚好 以及將這段影片廣傳開去 等更多的市民了解一下 主流媒體不想你知道的真相 下次見 拜拜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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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